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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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迪大師 現在風頭火勢 你用不需要換過你的阿迪德 所以說你不懂事 這個是阿迪王 阿迪王 國產品牌 Made in Full Gen 聽說贊助過西甲和NBA 那你先說一下這個肥弟弟 阿迪王 先迪大師是冤枉 你看看我這件衣服 是LIKE L I K E 即是你們整個黨那個 LIKE搞錯還是吃花生 那個LIKE 這隻外國品牌 這次都算是踢到鐵板 別以為一邊吃中國飯 一邊拆中國台 真是這麼過癮才行 不是 就是 凡事都講供求關係 消費者不LIKE 隨時可以罷買 就是這麼簡單 之前香港所謂黃色經濟圈 所謂撐黃店 其實不是又是同一回事 分別只是香港幾百萬人市場 糖水滾糖園 搞死的都是自己香港人 再莫講話 就算你點黃也好 一樣都要用大陸東江水洗菜 中國十四億龐大市場 就不同了 以前就說Made in China 質素令人不放心 搞到有些人要去外國爆買廁所版 現在中國產品質素普遍提高 照計不用再寫近球員 一句說完 十幾億市場 內循環足以養活國產品牌 外國品牌根本無法競爭 當辱華成為無法負擔的成本 條數自然適計 當然啦 要展示消費者的power 中國人就一定要團結 千萬不要口裡說不 身體卻很誠實 好像香港有些政客走出來拿彩 怎知被人拍到 穿Nike 而不是Like 想說用山寨品牌 二次傷害來做擋箭牌都不行 你說是不是假就自己丟啊 不妨打個比喻 抵制外國貨就好像武俠小說的神兵利器一樣 不出竅則以 一出竅 必須見血豐喉 針對這一堆在新疆棉問題上 說三道四的西方品牌 除非他們收回言論 公開道歉 否則抵制行動千萬不要讓它停 如果不是好像當年因為釣魚島問題 抵制日本汽車一樣 虎頭蛇尾 日本政府都未道歉 內地第二年就出現報復性消費 日本產汽車銷路不跌反升 那就不是那麼好 不過這樣 很多外國品牌都說 按行業認證機構行事 抵制行動會否央及時餘呢 講開良好棉花發展協會 除了收會員企業的錢 據聞美國國際開發署 也是背後金主之一 誰知道美國人不像香港政府 絕對容不下香港電台一類 狗咬主人手的垃圾 食君之鹿 擔君之優了 去年九月 美國政府以所謂強迫勞動為藉口 對部分新疆服裝和棉製品企業發佈禁令 BCI自然立即跟進 停止為新疆棉花頒發認證 那還未算 有報導說 BCI上海代表處曾經向瑞士總部提交兩份評估報告 說新疆誤存在強迫勞動 結果石沉大海 總部決定無限期取消新疆棉企良好棉花認證 BCI的獨立式有多少 畫公仔不用畫出場了吧 說明就遲 打狗是打給主人看 西方品牌在新疆棉問題上尋釁之事 客觀上等同做老美壓制中國的棋子 中國現在停留在民間警告層面 已經相當客氣 西方品牌要申冤 不妨集合10萬人在白宮網頁聯署 逼拜登政府公開給個說法 啊!差點忘記了 白宮的這個請願功能 跟香港的8萬5政策一樣 沒有再說即是不再存在 現在輸入partitions.whitehouse.gov 網址 只會直接轉到白宮的主頁上 美國佬欲家之罪何患無辭 都不是第一天見識了吧 當年美國國務卿鮑威爾拿著瓶洗衣粉 就老屈伊拉克有大殺傷力武器 不就是同一個路數? 分別只是在於中國比伊拉克強大得多 不論到美國大兵要沒有揚威 其實說什麼都是假 做生意最重要都是入鄉敏感 入廟拜神 好像麥當當那樣 雙手合十歡迎戶客 在回舊國家賣漢堡酒珠 去到以色列就尊重猶太教習俗 奶製品和肉不可以混食 漢堡酒芝士 那就皆大歡喜 生意佬不悶聲發大財 偏偏撈過界燙政治的混水 得罪米飯班主 你不虧錢誰虧錢啊? 仙敵大仙 再次出街真是激怒米飯班主 全世界準備好 大家好 歡迎收看東網視頻 我是仙敵